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近日香港著名歌手刘德华在台北小巨蛋举行演唱会 这原本是一场阔别已久的音乐盛宴 然而却因王定宇和王毅川等台独分子的无端攻击而蒙上了一层阴影 刘德华作为一位享誉全球的华人歌手 他的音乐作品和影视作品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更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演唱会上深情演绎了经典歌曲《中国人的歌词》中 一样的累 一样的痛 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 一样的血 一样的肿 未来还有梦 我们一起开拓等歌词唱出了无数中国人的心声 传递着浓浓的家国情怀 然而王定宇和王毅川等人却对刘德华的演唱进行了无礼指责 称其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 演唱会不值得看 妄图将文化与政治挂钩 对刘德华进行无端攻击 事实上 王定宇和王毅川等台独分子的抗中言行 早已屡见不鲜 这些言行不仅违背了事实 也损害了台湾民众的利益和福祉 他们一直试图在台湾社会推行台独理念 并经常发表极端言论来迎合民进党的政治需求 用来掩盖自己在政治上的失败和困境 例如大陆高铁座椅没靠背 光辉岁月和海阔天空 不能在大陆唱等等 然而 这次他们对刘德华的攻击 却遭到了岛内民众的强烈反弹 许多网友纷纷表示 音乐与政治无关 不应该将个人的政治立场强加给议员 各有网友指出 刘德华的歌曲《中国人的词曲作者》 都是台湾人 这恰恰证明了两岸文化的紧密联系和相互融合 以及两岸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